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中国再次识破美国阴谋 这次绝不能让 2月3日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表示 针对有关疫情 绝大多数国家对中方抗击疫情举措表示赞赏和支持 对近期中国公民入境采取或加强检疫防疫等措施 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和尊重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疫情做出过期反应 采取过度应对措施 显然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 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 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 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 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就连美国媒体和专家都对美政府措施表达了质疑 表示美政府对华采取的限制措施恰恰是世卫组织反对的 美方正在从过分自信转变到恐慌和过分应对 禁止过去14天内曾赴华旅行外国人入境等措施 也有侵犯公民权利的嫌疑 而且并不能真正降低病毒扩散的风险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理性冷静科学判断和应对 中方愿继续本着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任态度 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我们也有信心有能力尽快打赢这场战役 新华网2月3日快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日召开会议 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 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月3日报道 近日国内网站及社交媒体平台有传言称 美国公共安全卫生部门经特朗普特批 同意豁免医据称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的药物 瑞德西韦的专利 让中国不经美方专利许可 直接仿造此药 美国医疗队都来了 还四次请命中获批准 美国医疗队偷渡进来的 一张图加一段谣言 就是一个简洁明了的传播文案 反正有人信 你要是看不到美国医疗队身在何处 那就是因为你反美无法反驳 有网友认为这一消息营造出了美国救世主的形象 不过研究该药物的跨国药企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1月31日的公司声明显示 瑞德西韦尚未在全球任何地方获得许可或批准 也尚未证明任何用途的安全性或有效性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 2日上午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网站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在药物 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申请已经获受理 受理文件显示 注册企业为吉利德科学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此外 中日友好医院将在武汉牵头开展瑞德西韦治疗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据央视新闻2月3日报道 针对近日个别国家相继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措施 其中美国将富华旅行风险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 美国特朗普政府1月31日宣布 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暂停有传播新型冠状病毒风险的外国人入境美国 据此 美国暂时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 为永久居民和美国公民直系亲属例外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宣布暂时停飞中美航班 更有甚者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于1月30日表示 目前处于扩散期的肺炎疫情将有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 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称赞为 设立了应对疫情爆发的新标杆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明确表示 世卫组织对中国控制疫情爆发的能力怀有信心 没有理由采取不必要的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 在3日举行的外交部网上记者会上 有来自CNN的记者向发言人提问称 我们了解到 美国第二架飞往武汉的撤离航班出现延误 这是否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授权 如果是 这是对你刚才说的原因的惩罚吗 对此 华春莹回应道 我刚才已经说了 美方已经第一个派包机 接走了其在武汉的领馆官员 有关包机安排需要根据武汉机场接受物资等各种情况做出统筹 事实上 除了美国政府的过激反应外 一些美国政客甚至借由疫情对中国多番诋毁抹黑 而他们的种种作妖行为 也正在遭到美国国内媒体网友的一致声讨 我们正在从过度自信滑向恐慌和过度反应 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法专家劳伦斯·戈斯廷 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这样评价美国政府 在中国国内紧锣密鼓的展开防疫工作之际 美国白宫传来消息 宣布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开始 过去14天内曾到访中国的外国人将被暂时禁止入境 对此 美国新闻网站1月31日报道称 特朗普政府新的旅行限制和检疫措施 被一些专家批评为过激 当地时间1月29日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竟然公开表示 疫情有助于将更多工作带回美国 对于他的惊人发言 不少美媒特别强调 他用了HELP来形容这一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的疫情 罗斯的冷漠发言让诸多美国媒体大跌眼镜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 援引多名卫生专家的话说 传染病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 疫情爆发从来都不是积极的事情 政府官员有责任以明智的方式进行沟通教育公众 报道说罗斯这样的评论达到了完全相反的目的 而就在美国政客发表冷血言论的同时 美国国内也在遭遇一场重大疫情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1日报道 美国流感4个月内已经造成惊人的25000人死亡 美国流感疫情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新冠病毒 美媒呼吁美国政府正视问题 美媒指出 美国流感疫情的快速传播已经导致美国诺克斯维尔的学校关闭 造成克利夫兰的现血量降至危险水平 并导致北卡罗来纳州威尔逊医院因为病人人满为患 不得不限制就医人数 美媒说 美国这次流感已经严重扩散 导致美国2600万人感染 死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25000人 美国俄亥俄州凯霍加县公共卫生局长说 仅仅他们这一个线就已有218人因美国流感死亡 而截至2月2日24时 中国全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才361例 《华盛顿邮报》还说 美国媒体不报道自己这么严重的流感疫情 却时刻关注中国新冠病毒误导了美国民众 使得很多美国人误以为中国新冠病毒正在美国大肆传播 造成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的恐慌 即便如此 美国还不忘借疫情危机给中国添乱 1月25日 中国的大年初一 美国海军蒙哥马利号滨海战斗舰 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 1月29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的 《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向藏毒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另据台湾联合报等台媒2月1日报道 长期跟踪美军战机动态的推特账号 美国飞机守望1月31日披露 美国空军一架B-52H轰炸机 当天自关岛安德森基地起飞后 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巡航 后飞反安德森空军基地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时期 对于美军机再次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 有岛内网友痛骂 神经病来送口罩吗 唯恐天下不乱 中国和病毒疫情的战斗还在继续 就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时刻 而美国对中国的围剿也时刻没有停止 近日 在日内瓦没有拿下中国的美国 又开始对中国动手了 在中国的抗击疫情进入关键阶段 武汉封城之时 美国又在全世界的散播 中国封城的做法是在侵犯人权 意图挑起国人内部的矛盾 事实证明 幸亏中国采取了封城的行动 要不然中国现在的病毒局势 可能更加不堪设想 没能阻止中国封城行动的美国 再次变换进攻方式 大张旗鼓的宣称从中国撤侨 同时宣布要暂停中美之间全部的航班 希望能够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而美国叫嚣了这么久 仅仅有美国的几个盟友跟随美国的行动 并没有美国想看到的全世界的国家都对中国采取中断航班的行动 没有得逞的美国就再次想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对中国来一个最后一击 对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施压 要求将中国列为疫区 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将中国的疫情化归为紧急公共事件 但是让美国失望的是 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对中国的抗击病毒疫情提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应对疫情的一些举措 可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可谓是给足了中国面子 顶住了美国不少的压力 这充分证明了连日来中国上下一心 抗击疫情所取得的工作 整个世界是认可的 为了控制病毒蔓延 对一个千万级人口的一个紧急封城 打响了一场14亿人共同参与的全民战争 七天之内三所医院拔地而起 放眼世界除了中国 试问哪个国家还能做到 面对这一结果 已经连续几机不中的美国 有些恼羞成怒了 可以说在中国发生疫情之际 世界很多国家都摒弃前嫌 团结一心抗击疫情 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国 不但不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反而是不停地背后捅刀 不停地步步追杀 你嘴里一直标榜的大国担当去哪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声 美国商务部也紧急出来灭火 在回应多家美媒采访时都替罗斯解释 称他明确指出首先是要控制疫情并帮助患者 然而这一苍白无力的解释 无法打动美国民众 不少网友为罗斯的麻木不仁感到羞愧 事实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国内出现不少声音 对政府政客采取的过渡行动进行批评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31日 语重心长地指出 美国人不会从一个因疾病而变得贫困的中国获利 美国之所以能获利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繁荣 并购买美国的商品 报道说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新华社也第一时间用英文发声 成人之危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中国将尽全力对抗疫情 这番话获得了超过1万多点赞 不少外国网友表示 现在不是指责谁的时候 更不是成人之危的时候 我们与中国同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